李玉倫的父親李正吉 是第一個將吹口哨提升為純音樂的純音樂家 四歲時學會吹口哨 七歲那年和父親在大學的晚會上同台演出 一起演出名曲《桂河大橋》 從此就迷上這樣的口技 而為了不讓這樣的技術失傳 回來台灣創立純表演 並積極往下扎根 2002年還首次登上國家音樂廳 與管弦樂團一同演出 創下短短兩週演出票卻銷售一空的佳績 最近更積極與來自日本、印度、俄國等高手交流 希望有朝一日打造口哨地球村表演的夢想 是 接下來介紹這一位 是 把他吃飯的傢伙 在我們舞台上拿出來表演 像黃炳元具表演 是 吃飯的傢伙忘了帶 那別表演 其他擺在家裡的 經紀人被罵 頭都被罵錯了 對啊,對 那今天這個表演 今天吃飯的傢伙是什麼呢 他吃飯的傢伙 才是真正叫吃飯的傢伙 碗跟筷子嗎 不是,他是一位 他吃飯也有靠這個 都靠嘴巴 對 唇舌 所以他要拿他吃飯的傢伙 來表演 拿來表演 像瑪格麗特就 吃飯的傢伙帶來沒有 就是他的身體 對 是 身體表演藝術家 口哨不容易啊 不容易,好難啊 這一位他 好像年紀很輕的時候 26歲他就已經登上了 最高的殿堂 也就是這個國家音樂廳 對 吹口哨吹到國家音樂廳 還沒聽過 才26歲 吹口哨通常我們一般 我要考一下那些小女生 小女生 一子凡 我們真的不會耶 吹 吹 吹 等一下,我要唱便宋 那是小時候 韓國的 孫小姐 會喔,有一個會喔 不錯 這女生就不震驚 沒有啦 為什麼吹口哨不震驚 小時候我們那時在女人吹口哨 都被罵 被罵人 會說不關裝 所以女生都不會吹口哨 男生就不用考了好不好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 李玉倫 純音樂家 歡迎他 李玉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 好 來 育仁 你好 其實育仁是我的老朋友 是 真的 因為很早以前我就發現 這個人這麼害羞 這種表演 這個吃飯傢伙不錯 吃飯傢伙 好厲害 不簡單 謝謝 剛剛看那個 吹口哨這個東西 其實你偶爾吹一下 對 你要像他這樣變職業的 吹出嘴巴會腫 對 後面發不出聲音來 玩啊 會歪掉 他是做職業表演的 有沒有碰過這種 糟糕 明天要表演 嘴巴吹不出聲音 有有有 因為人家說 我們唱歌唱久會倒嗓 是 你吹口哨吹久會 倒唇 倒唇 沒有錯 因為發音原理 其實是這樣 唱歌我們是聲帶 聲帶用了太多之後就會 沒有辦法控制 你看嘴唇一樣 因為你撅 會疲乏 會疲乏 大家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們開始吹一整首完整一首歌 你大概還沒吹完 你嘴巴開始抖 嘴巴開始抖 然後那個音就抓不到了 對啊 對 我們曾經 我曾經在 有一場的演出 非常認真 前一天很認真的彩拍 糟糕 然後早上 從早上開始彩 然後總彩也很用力的吹 到了晚上正式表演 吹不出來 麻痺 過頭了 那他可以一口氣吹四五個小時 那歌不停 你想想看他這個嘴唇的力道 他的小孩會很幸福吧 他的小孩應該從小排尿 就非常順暢 沒有錯 順暢 你都是什麼陰階 你有研究過什麼陰階小朋友 是比較容易 尿得比較多 尿得比較順的嗎 其實是他心情好的時候 尿得比較順 一切都是謠言 我們為了報答 這個裕倫來我們節目 是 我們五個人合吹一下 來 你幫我們驗收 預備 去 上不去啊 上不去啊 掌聲 這一定要掌聲 不得拿個尿 尿布先來一下 沒有 你那個最難的 就是那個 好 那個字 你吹不上去的 那個好累喔 我們現在五個人 還講不整齊 對 有的這個時候你就 剛剛我們女生都問了 不太會吹 沒有會吹的 對 沒有 瑪格莉特 吹功一流 真沒聽說 來 瑪格 來 來 我還不簡單喔 我的模式 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不一樣 你是在哪邊 還有不同地方吹 對不起 SI 這厲害 沒有字 他就是舌 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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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尼超 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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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有點捲起來這樣子 對 對 不是 我要問 不是 飛哥 你那個反應 我們剛剛三個都一樣 看過去我們全部都這樣 不是 我看 波利的 而且飛哥你要思考一下 你看的人是他 但我們兩個看的是你 太舒服啊 這個畫面 飛哥 不舒服 還好我們都沒看到 是不是有些人才用手指頭吹 對 就是那個原理對不對 那個就會啊 有指哨 手指頭吹 這個會啊 那可 我不讓手很厲害 好厲害喔 這樣也可以吹 掌聲鼓勵 好強喔 這是指哨 這是指哨 對 飛哥你要接到國家音樂隊去表演 真的 還有打口哨 打出旋律來 打出旋律 不夠大力 一定要要準喔 要 因為那個Pitch很難抓耶 看了沒有 好準喔 厲害 飛哥今天老師難得來 對 你有沒有什麼現成的東西 讓我們大家一起玩一下 好啊 我們其實 口哨可以算是 阿卡佩拉的一種 永遠 老闆 是喔 我們玩一首飛哥 您一定懂的歌 好 而且你的年代的歌曲 好 來囉 是 好聽 啊 丁我的倒里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要這樣收尾 護舍 護舍 這水中工酒 飛彩 好好玩 很厲害的一段表演 有動畫的動畫 突然覺得好像 怎麼自己幾個人 就可以把我們的想像空間 帶到大草原去 真的 好棒 我們好像自身在 在國家音樂廳的感覺 終於今天 洪杜拉斯也可以晉升為音樂 感謝你的栽培 謝謝 謝謝李玉倫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貝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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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